近期,德国反华分子郑国恩炮制一系列所谓涉疆研究报告 报告中称,新疆实施种族灭绝政策 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停滞 3月18日,在外交部举行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涉疆问题发布会上 面对中外媒体,新疆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马河穆提·阿布都外利 对郑国恩炮制的谣言进行了批驳 这些所谓的专家宁愿相信几个人变造的谎言 却不愿听去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们的共同心声 这只能证明他们并不在乎什么是真相 而是在蓄意制造有缘炮制谜论 为其北湖竹子插述新疆事务 感受中国内政制造结果 发布会上,马河穆提·阿布都外利还拿人口统计数据举例 对新疆人口变化做了说明 他介绍,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人口一直持续增长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8年 少数民族人口从1298.59万人上升至1586.08万人增长22.14% 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15万人上升至1271.84万人增长25.04% 郑国恩在其报告中称,新疆对维吾尔族妇女采取强制绝育措施 当天发布会,新疆喀什地区少数民族妇女代表古利波斯坦 如资献身,对以上说法进行了反驳 现在我和我老公最大的愿望就是将三个孩子抚养长大 让他们接受到一样好的教育 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 我知道我们村里好多家庭和我一样要了养三个孩子 我从来没有听说须别强制绝育了 郑国恩所称的新疆妇女每人每天都要接受四到八次的接育器的放置手术 显然不符合常识 郑国恩列造这些宋人新闻的数据 目的就是要造成新疆大部分妇女都被强制进行接育 据悉,此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涉疆问题发布会 是继2020年12月21号 2021年1月11号、2月1号、2月10号之后 新疆民众第五次在中国外交部与中外记者面对面交流 着联系列审则 优优独立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